按照原计划 4月21号至26号 应该在西安进行全国跳水冠军赛 同时也是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选拔赛 由于疫情的原因 比赛延期举行 尽管距离上次队内测验仅仅才过去了半个多月 但是国家队在测验安排上依然有着自己的考量 早就做了计划是这个时间是要比赛的 那么又是选拔赛 加上也上的是一批新能 对他们来讲的话也都很珍惜 所以在训练中都表现得很努力 那么念到了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这个比赛不进行下去的话 可能对他们来讲后期可能从训练 从调整和状态上面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营造比赛的氛围 国家队邀请了赛新训练的部分地方队选手 共同参与竞争 而为了增加新鲜感 他们给每个项目都制定了达标分数 这个分数既要体现世界顶级水准 又要让现阶段的运动员有过限的可能性 可谓颇费心思 昨天进行了四个双人项目的比拼 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达标分数为340分 比东京奥运会中国队的夺冠分数低了23分 但是比国外运动员的最好成绩高了近30分 张玉复出的玄红禅 巴黎奥运周期第一次与新搭档陈玉希联手出现在镜头前 尽管规定动作他们略有瑕疵 但是三个自选动作都发挥出了很高水准 尤其是407C的动作 两人不仅展示了高超的个人技术 在同步配合上也非常有质量 得到85.44的高分 最终 两个人以349.74分 超过达标线近10分 圆满完成测验任务 一般般吧 跟训练没啥区别了 那究竟是训练会表现得更好 还是说测验在这种比赛的氛围里面会表现得更好 训练更好一点吧 因为这次定的标准并不是最高的标准 然后所以说达标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自己还要继续提升 然后希望还是能把分数更往上走一走 女子双人三米版的陈奕文 昌雅妮 跳出了330.45分 曹元和王宗元则在男子双人三米版的比拼中 得到了462.54分 他们的分数都超过了队内制定的达标线 与半个月前队内测验相比 无论是总成绩还是配合的默契度 也都有了稳步提升 其实知道自己可以答但是不希望说测验只是为了达标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测验只是检验自己这段实验一个训练的水平吧 就是更希望自己能发挥出训练的水平就好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的整体无论是配合的默契 还是个人质量都比上一次要高一个台阶 所以好一点 所以就是再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对对 因为毕竟我们整个中国插手队都是非常刻苦的一支队伍 所以努力还是会有一点回报的法 可能从上次的测验然后到现在的这次测验的话 这个也有两周的训练 在同步上啊 我和袁哥已经有一些默契了 然后再有一些交流 所以这场测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相信我们还是可以达标的 就是有这个信心冲着达标的分数和冲着达标的这个状态去这么走的 对 比上次稍微要默契一些 然后好像也是经过上一次的测了以后 我们这次感觉对这次更有信心一些 男子双人十米台 是昨天唯一没有通过对内达标线的项目 在完成407C的动作时 炼俊杰出现重大失误 影响了两个人的成绩 这一跳他们仅得到74.88分 赛后他将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 就是就插在我这点上了 可能太兴奋了吧 也可能 然后可能身体也有点不受自己控制吧 然后可能调整能力还是差一些 尽管两个人在后面的动作紧力追赶 109C也跳出了98.79的高分 但是最终452.31的总成绩与达标线 还是差了7.69分 尽管如此 他们与上次测验相比 还是提高了12分 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稳定吧 因为可能配的时间还是稍微短一点 然后还需要多磨合一下 难度肯定是第一个方面的 然后其次就是同步的稳定性吧 然后动作质量的稳定性 这三个方面肯定是都要加强的 昨天的双人测验创造了不错的成绩 也基本展现了训练成果 但是领队周济红仍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高标准研要求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要磨练 还缺一点这个同步的默契程度 包括它的一致性 还欠缺一些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